大龄圣女将劫匪绑在凳子上 还为对方吃下不明药片 片刻后劫匪脸色通红心跳加速 眼看时机成熟 女人连忙用胶带封住对方的嘴 解开衣服朝她走去 男人激烈挣扎却无济于事 女人名叫小美 是加油站的职员 单身30年的她一直没对象 加油站每天来往的人倒是多 但没一个人看上她 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 有时没事就往男厕所跑 只要是男的 高矮胖瘦她都不介意 而同事丽娜却恰恰相反 凭借出色的长相和火辣的身材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这天丽娜在练习踢臀 小美见状也在旁边学了起来 但是这一幕却被对方拍下 还对她无情的嘲笑 两人争执间 一位大爷走了进来 原来她也暗恋丽娜 之前买东西听说丽娜脚疼 专门为她送来鞋垫 可丽娜却并不接受 还警告她不要老牛吃嫩草 赶紧拿着东西滚蛋 大爷听完后一脸失落地往外走 小美赶紧追出去叫住大爷 他不要我要啊 这些鞋垫和我的鞋子很大 我的脚刚好是这个嘛 大爷瞅了他一眼 也不理他 直接转身就走 而另一边 带着枪的大壮走了过来 小美一看 机会又来了 上去就和人家握手 对方也很会来时 直接对着他一顿猛话 还没等两人交流完 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大壮看见后 连忙走进超市司机行动 停下车 下来的是警察小帅 也是小美的暗恋男神 趁着小帅和同事交流的间隙 他直接拿起手机偷拍 这一幕刚好被同事看见 走过来就想抢他的手机 打开后 里面全是小帅的照片 好家伙 妥妥的变态偷拍狂 等警察离开 大壮也走了出来 他拿起手枪直接对准两人 威胁他们交出钱财 毕竟钱是老板的 命是自己的 丽娜见状直接骗他 钱都在保险柜里 他们开不了锁 只是将抽屉里的零钱交给他 但是一旁的小美 却乐呵地拿起大壮的背包 转身往屋里拿钱 因为保险柜用他们两人的指纹 就可以打开 将钱全部装好后 他还不忘对着镜子照一照 再拉开自己的衣领 就在这时 超市走进来两个人 趁着他们结账的间隙 丽娜在小票上写下求救信息 却被出来的小美一把抢过 大壮让她把钱交给自己 小美却说了句 这下让大壮直接蒙圈 自己是劫财 又不是劫色 怎么还买一送一 直接无情地拒绝了 还一把抢过背包转身就走 丽娜去不过直接朝着她喊道 你真不是男人 这下彻底将大壮惹恼 直接将丽娜拖出柜台 不顾对方的挣扎 把她拽进洗手间 劫匪将同事强行拽入洗手间 小美并不想伸出援手 反而心生极度 她直接端起滚烫的茶壶 对着劫匪浇了上去 混乱中手枪走火 同事直接领了盒饭 紧接着 她举起灭火器将男人砸倒在地 等男人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凳子上 小美正在处理地上的血迹 随后搬着凳子坐到她身前 质问她为什么不带自己走 劫匪看着小美 问她有没有报警 小美回答没有 她意识到将对方哄好 就能全身而退 于是连忙谎称自己喜欢她 之所以不带她走 是因为自己正在被一群 机车党追杀 不想连累她 美显然狠吃这一套 看着对方脸上的伤口 直接起身为她吃下止疼药 可片刻后 男人浑身发烫 这俨然不是什么止疼药 可小美还不罢休 她用胶带封住大壮的嘴 不让她呼喊 紧接着松开腰带 不顾对方的挣扎 强行和她打扑克 激动的大壮将她推倒在地 紧接着再次撞向她 却不小心撞上柜子晕了过去 小美从柜子拿出手枪 感慨自己太失败了 送上门都没人要 失落的她将抢对准自己 决定结束这单身狗的命运 可最终还是下不去手 只好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这时丽娜的男友走了进来 两人之前发生争吵 她想找对方道歉 为寻求安慰 小美直接说丽娜和别人跑了 男友一听 头都绿了 哪个男人能忍 气急的她直接转身离开 这下小美也不打算报警了 她直接来到后门 拿起铁锹想要将丽娜埋葬 这时走进来一伙机车党 二话不说就要闯入 小美直接拿起手枪对准他们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好在机车党的老大注意到上方的监控 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好带着一群小弟离开 小美也注意到了监控 这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 她走到屋内 监控的主机已经锁住 她根本打不开 于是尝试拿起铁锹使劲往上砸 却发现还是不行 烦躁的她走到屋外 准备抽根烟冷静一下 这时她注意到外面禁止吸烟的标识 一个计划涌上心头 她拿起两个空箱子 往里面注满汽油 准备倒在超市的货架上 就在这时小帅走了进来 原来她接到群众举报 一群机车党在附近闹事 问她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说着她转身就往屋内检查 但奇怪的是 并没有发现异常 等小帅再离开后 小美走到屋内 发现大壮已经消失不见 地上只剩下挣脱的绳索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 将汽油清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准备烧毁现场后马上离开 女人往尸体上浇满气 准备烧毁案发现场 可下一秒屋内传来动静 惊吓中手枪掉落在地上 她掏出打火机 可商店却突然停电 就连电动门也不能打开 她只好躲在柜台角落 这时屋内走出一个人影 正是之前离开的大壮 她点燃打火机威胁对方放她走 因为地上浇满了汽油 可大壮仍然不依不饶 双方争执间 丽娜的男朋友开车走了过来 原来她并没有找到丽娜 怀疑小美之前骗她 趁着两人说话的间隙 大壮从后门逃出 她走到丽娜男友身边告诉她 丽娜就是被小美杀害 男友激动地想和小美理论 却被身后的大壮 直接用皮带勒住脖子 而后捡起地上掉落地加油枪 往她嘴里灌满汽油 直到她不再挣扎 目睹这一幕的小美 直接拿起手机报警 下一秒 大壮开着汽车降门撞破 小美害怕地躲在架子后 让她直接拿钱离开 可大壮却不这么想 她拿起柜子上的手枪 想要了结她 因为小美的出现 不仅让她失手杀了人 更重要的是 她还给自己下药 侵犯了她男人的尊严 小美哭着解释自己 只是因为喜欢她 但大壮显然不相信 直接朝着小美扣动扳机 可下一秒手枪直接着火 掉落后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屋子顿时变成火海 大壮也瞬间被烧成火热 危机时刻 小美注意到了不远处的灭火器 成功浇灭了身上的火 亮亮呛呛地跑出屋外 而她的双腿也严重烧伤 这时警察小帅及时赶到 她体贴地将小美扶到车上 不断地安慰她 还说自己一直在关注她 直到这一刻小美才明白 原来暗恋的人也喜欢自己 所以不要着急 该来终究会来